今天訊息就是講到自卑和主力的自信 三個星期都講到怎樣處理我們的內心情緒 心靈的醫治、心靈的釋放 今次就講到處理自卑和怎樣可以有主力的自信 下個星期就講到情緒的雙數就是EQ 再下個星期就是AQ就是逆境的雙數 即是怎樣在情緒中有一個健康的情緒 在逆境中有喜樂、平安、力量 而今日所講的都是很多人受影響的自卑感 覺得自己不及人、覺得自己不夠好 覺得自己不及標準 於是對自己批判又沒有信心肯踏出來 而我們怎樣可以有主力的自信呢 有堅強狀態我們是基督的精兵 我們走神的路是神會大的祝福的 我都希望今天我們三個見證 都是很特別的神為我們預備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是本地人 他們從美國來到 看到Youtube上的影片 所以我鼓勵大家 你們個個都可以開Youtube和Facebook的戶口 就不是要你只是閒談 而是你可以給你一些好的見證 今天祈禱、今天靈修 有什麼得到幫助 很多人放在網上怎樣放呢 只是放經文 然後有很多教導 那些人是比較少看的 當然有些人會看的 有些人會看 但如果你說得個人性些 我今天靈修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有力量、很有喜樂 我真的這些問題重擔 誰拿走 人是會看多些的 因為這是分享 分享更加吸引人的 我鼓勵大家 你們都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擴張神 擴張我們的領域 能夠影響不同的地方 其實神一直擴張我的領域 我感謝神 昨天有一個人跟我說 你想不想成為我們的機構的董事 就是他本身是去到不同的國家 他去很多國家是難以置信的 我不說那些國家的名字 是難以置信他會去的 他去做什麼呢 他去教英文 來到那些人去學習 怎樣用教英文來傳福音 他就是四處去訓練 他說見到我都是經常 其實我有些宣教都是他為我安排的 他就說你都想成為董事之一 也都可以安排你去不同的地方 因為可以擴張我們的領域 神會擴張我們的領域 我們走在神的路 神都想擴張你的領域 只要你肯進入神的領域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相信 我們靠著耶穌 好像這個士兵 就是這些魔鬼的火箭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就是當我們有信心做得藤牌的時候 我們不怕這些一切的人的攻擊 所以我們求助幫我們放下自卑感 所有覺得自己不夠好 這些全部都放下 好了 神是給我們力量 我們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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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我們在這個教會裏面 一對夫婦和他們兩個女兒 我想大家知道是誰了 他們說很神奇 上星期我聽完 他們會詳細再分享 怎樣在他們的教會小組 好像我這樣逐個找那些人聊天 了解他們熟靈的情況 又幫助他們熟靈的情況 幫助他們處理的情緒 又發覺很多人都有情緒問題 他就進入一個領域 開始關心人的靈命 提升他的靈命 又真的幫到 也有一個說神的屬性 說神的美好 就進入另一個領域 這個領域是開始的 還去一些 第二天可能你們可以去 帶領聚會 再去一些可能將來訓練 全道人牧師都未定 我自己都未是全道人 你是牧師 你有這個生命的時候 你就可以被提升 一步步提升 進入這個生命 這個事物裡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限制自己 譬如我先生一個人叫彭孝蓮 他講的見證 他就說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他就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的時候 那個肺就是collapse 了 他脫了肺 跟胸腔脫了 於是我們因為胸腔 賴著肺 當你擴張胸部的時候 那個肺就跟著擴張 所以能夠呼吸 但是當肺脫了的時候 那個肺不會跟著呼吸 哇 很危險 隨時武器死亡 他就說 神啊 如果你救我我願意 給神使用 他回到香港 他開始了兩間基督教的學校 當時我在其中一間 就是教師來的 他聽到我的見證 我信主的見證 他都馬上說 不如你做團契的負責人 就是初級團契 當時我就是負責 就是負責這個團契 我還帶些人出去 冰頭花院傳呼音 我又在學校裡面 那時候我信主多久呢 三年 那我在學校裡面 我就做一個信仰 幫助人信仰堅定的班 還有另一個就是殘經班 就是 神就給我這樣的心 而這個彭夏蓮呢 他就有這個心 回來香港 開始了兩間中學 並且開始要興學政機業會 就是幫助人 怎樣做基督徒的老師 影響各學校 帶學生信用數的 當時我們學校 很多學生說耶穌的 我們都很多機會傳呼音的 神就提升彭夏蓮 他根本沒有什麼錢 但是就有很多人有感動 見到他這個意象 就感動支持 譬如我們去曾經幫過這個 那個 那個 哪裡呢 坦桑尼亞 見那個 主義學的建築物 我們幾天就已經求夠錢了 神也都給我能夠去不同的國家 去服侍 都是神為我預備的 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你都可以被提升 你和旁邊都說 你都可以被提升 你可以進入高的領域 你可以做不可能做的事 當人跟你說的時候 我希望你的心不要這樣想 是不會輪到我的 有些人可能這樣說 你說的 不過不關我的事 我希望你不是這樣想 可能我們中間有些人 都有一些情緒的問題 或者沒有情緒問題 但是我想告訴你 或者你面對的困難 神都可以幫你 自卑人的特色是什麼 兩類的方向 自卑人覺得 他不如人 不及人 你看這個圖 not smart enough 不夠聰明 不夠聰明 not good enough 不夠好 not talented enough 不夠才能 not pretty enough 不夠漂亮 就會憂傷 這裡上面就是 沉默 沮喪 心情低落 自卑人 下面就是 他因為自卑覺得 我不夠聰明 於是他就很想聰明 很想別人看到他聰明 他就變得驕傲了 很想別人稱讚他 很想我做到這樣的事 立刻想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都會讓全世界知道 不過我們在講的時候 神做工不是我們救好 是神簡算我們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 是神改變我們生命 不是我們救好 就是我們整天真心 將榮要歸給神 沒有問題的 分享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我們將榮要歸給神 有些人會這樣說 榮要歸給神 但是那個心裡 哎呀 真是好 有這樣的經歷 但我們千萬不要這樣想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全部 全都起了 全都拆掉 你想是這樣 你建屋 喜不喜歡第二天 又拆掉 我們不想的時候 就不要驕傲了 好了 好像這樣的人 他另一個方向 他很容易被人踩傷 所以很容易發怒 有些人 你稍微拍一整他 哎呀 你這樣對我 你覺得我不行 我是可以的 又會自大 總之那種反應 是可以兩種反應 所以自卑的人 不一定是沮喪那種 可以是很容易發怒的 有些人很容易被人冒犯 也都是因為他裡面的沮喪 自卑的特色 有些什麼特色 一起讀 過分要求完美 過分扁低自己 誇張的自大 不能接納自己 忽視自己的能力 無自己的看法 太在意別人眼光 過度愧疚 大家都可能留意 我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 過分要求完美 為什麼呢 我要厲害給人看 我如果醜給人看 很醜怪 我要厲害給人看 這其實是一種自卑 覺得不及人 所以我要厲害給人看 做壞了 哎呀 覺得很慘很慘很慘 覺得很醜怪不行的 那這種呢 都是一種過分的 就是自卑的緣故 我自己都要想回 其實我可以說 每個人都有自卑的 不過多還是少的 我有時候想回一些 以前的情況 哎呀 真的很醜怪 做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就是 在意別人的看法 我可以求主幫我們 不要緊 就算做壞了 差了 不要緊的 可以改善的 那譬如我們 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 今天我們有個分享的時候 他之前說 哎呀 糟了 我今天聲音不好 那我們就會很在意 糟了 我聲音不好 我絕對不是針對某個人 而是說 哎呀 糟了 我今天不行 我今天什麼不好 都是在意我們自己 有些過分貶低自己 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的 不可能的 這些都是我們會很容易的 其實我們有聖靈 是真的可以做到大事的 很誇張的自大 就是很想人知道他聰明 所以他很誇張 很誇要自己的事情 他說不能夠接著自己 我不行的 我不夠人好的 我不及人的 忽視自己的能力 明明有能力 支持他自己 我自己不夠分量 他都說你什麼 他都說你什麼 他不是他的看法 或者他自己做決定的時候 他不能夠自己去做決定 很在意人們怎麼看他 哇 那些人看起他 讚他他就很開心 一不看起他 他就很低沉 為什麼有些明星會自殺呢 就是他很在意 因為他習慣了 每個人一出場 哇 捧他 還有網上多少人讚他 還有他那些什麼 那些音樂會多少人參加 哇 忽然間數目減少的時候 他就很難頂了 很傷心了 那時候他在意人們怎麼看他 還有過分的愧疚 就是說 糟了我做得不好 哎呀真是很醜怪 那時候呢 這個過分 我們知罪是對的 不過知罪之後 就不要停留這件事 耶穌赦免我 我就可以放手了 好啦 其實這個自卑可以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人 人家給你的 人家貶低你 小時候被人罵 或者就算大過 你做不到啊 你是蠢啊 你什麼不好啊 由我們本身的失敗經驗 其實自卑感不只是內心的 是真的這個人 很多事情他沒有學會怎麼處理 那時候他做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 他就會引致他自卑的 好啦 人家貶低他的時候 他覺得他不如人 因為 可能有人說 你又不合格 由人家那麼好 你又不夠人家那麼聰明 所以覺得自己不夠好 覺得沒有人喜歡我的 個個都說我不夠好的 對自己批判 就很難相信神的愛 好啦 失敗經驗 覺得我沒有能力 考試當然是不合格的 又沒有朋友 沒有人喜歡跟我一起 又相信他自己一定會失敗 於是什麼都沒有信心 即是說 原來自卑是可以將整個人擦位 即是我們當我們想回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 即是我自己都會有些時刻 是否我幫不了那些人呢 是否我侍奉就去到這個位子呢 即是在心裏面 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即是這種情況 那我就處理了 因為神給我這個輕鬆得性的處理 就是說 不要緊 不是我做得挺好 神給我的意念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 可能是前書四章二節 當時我被人攻擊的時候 神給我這句說話 就是說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當我有忠心的時候 就算有人不喜歡 就算有人拒絕 不要緊的 神喜悅我 那我說我都是盡力的 所求於管家 神喜悅的 那這件事會加憎我們的信心 拿走我們的自信 神喜悅的 那另外一個意念給我呢 就是說 這個是神的事工 另一件事就是 有時 那些人少 有時那些人軟弱 有時那些人穩定 但是這個是神的事工 總之我做好信靠 親近遵從事逢 也都尋求神的策略 怎樣做得更加好 神一定喜悅 神喜悅的神 神就會祝福 這樣的時候 神就會擴張我們的領域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 有任何的這些負面都去處理 即是說 以往被人貶低 你需要在祈禱中釋放 怎樣釋放呢 你去回那個情境 被人告訴你 你真沒用 你真蠢 你整天考第尾 去回那個情境 你就問神 耶穌你是否在 耶穌在 耶穌你想對我說什麼 你可能會彈出意念 你不是整天考第尾 我會將來提升你 我怎樣用你 神會給你的意念 那你一路會入心 我不是考第尾那個 就算我曾經考第尾 不要緊 神會一直提升我的 我以前做不到 不要緊 我可以一直提升 即是說 所有人對你的傷害 怎樣踩低你 你去回以前的情境 在討告中釋放 或者失敗經驗 這個就是 本身找不到的方法 怎樣做得好 於是 交朋友啊 做工啊 很多事情都失敗 那時候我們需要怎樣呢 我們就 找回那個位置 我為什麼會失敗 好了我有失敗 不要緊 我知做 我做錯什麼 我悔改 有信靠神的能力 一步步可以提升 而我們很想提升你的生命 如果你某一方面 你說我很想提升 不過做不到 很樂意你找我們 我和我們的服侍隊 你找我們 我們會幫助你 怎樣提升 一步步提升 你的生命可以提升 即是說 自卑感不只是由內心 亦都是由我們實際的失敗 譬如有個人 他從來沒有好的朋友 從來那些朋友 都不喜歡他的 戀愛親實失敗的 他呢 做工人家又不喜歡的 考試讀書又不好的 老師總是不喜歡他的 如果他一世人都是這樣 你想想他能有多強的自信心 在神裡面是很難的 所以這個也是需要醫治的 也都去找出方法 怎樣交友 其實很簡單的 交友的方法 不要多說那麼多 聽人多些 而聽到人呢 感受他的感覺 回應他的感受 關心他的感受 你就會多些朋友 但很多人就不肯這樣做 也都沒有信心 哎呀我和他聊天 他不理我 哎呀他不會跟我說話 以前我在我教會裡面說到 我們多些關心人 當時有一個人 他極力反對 他說那些人會拒絕的 我們要去埋去 他們會拒絕我 當然有拒絕 不過也有人喜歡你 他很強的原因是 我們不行的 牧師你做吧 你做完 我怎麼可以做得完呢 有些人他總是 由他以往的失敗經驗 他就覺得他做不到 我希望大家 回家想起 有沒有人貶低你 以及你的失敗經驗 如何可以處理 失敗經驗 我們有時候很敏感 有些人說 譬如有些人 簡單來講 你在辦公室做事 有一個人站在你後面 你馬上震了 馬上做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他看著我 很害怕很害怕 這個也是 被人踩低 自己又不夠信心 其實這些我們都可以 很淡定 即是說 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的生命寶貴 就算我未夠好 有另一點 就是 我在這裏 你要去到這裏 我有自信心 那你就很難 不是去到這裏 總之我努力 我就有自信心 在神裏面 我總之努力 神就會提醒我 這一點很緊 跟隔壁說 只要我努力 就算我能力不夠 神都欣賞 我都可以進步 和做得這麼好 都可以做得這麼好 即是你不要說 我要好像那個人 全方人這麼好 我要好像那個人 祈禱這麼有能力 你這麼有排都未到 總之你嘗試去做 神已經喜悅 那你就開始說 感謝神 我願意去做 那時候你的生命提升了 自卑呢 他看得很慘 很慘 這個圖畫是我自扣的 不是的 一個圈 兩個圈 三個圈 一對筊 在後面 弄了一個棉 不是我畫的 是上網弄下去 自卑呢 大部份 一起讀 大部份是 人以為自己的能力 就是這麼少 就是他大部份 不是真的他沒有這個能力 他覺得他是去到這麼多 所以好像那個人一樣 很沒有力量的 就是 其實很多事情是在內心裏面 到底我們在裏面 在這裏告訴自己 靠耶穌我可以得的 因為他經常告訴自己 我不行的 有些人真的 他自己不斷地告訴自己 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你跟他說什麼 他不行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說 靠著神可以進步 但也都可能 他真的沒有進步的經驗 所以我就說 你不要找一百分來比較 我提升一分 我已經進步了 感謝神 我今天有祈禱 我有平安喜樂 多些的 感謝神 我已經進步 那部份就是 神呀 既然今天可以祈禱 平安喜樂 第二天我還可以更多 平安喜樂 好了 自卑 一起讀 也是他覺得不可能改善 所以不嘗試 就覺得不可能 人人都行 是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 但其實 再神 凡事都能 我希望大家 即是說 不是不可能的 一定可以改善 但有些人 他真的會說 我一邊說 他一邊說 是啦 你們行 我不行的 即是可能中間有些人 會這樣一邊說 但我希望我們的心一邊說 我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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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陣子堅信 閉上眼 閉上眼 你堅信 我真的行 我真的行 一步一步進步的 請你舉高你的手 我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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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步進步的 真的行 請你舉手 我們差不多舉了 我們求知幫助 好 我們放下手了 希望真的有更多人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以為我們去不了 但其實 是可以去得到的 Nik 大家都在網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 其實他原來 有四個子女 好厲害 四個子女 四個 現在有四個 這幅圖有兩個 但是他另外 是有四個的 他是怎樣 他生出來 就是兩隻腳仔 是沒有 腿的 所以 兩隻腳仔 就是真的 是走路很困難 所以 如果他去到的講座 他是很出名的講員 是全世界 四圍都去的 很多人被他感動 因為他 以他這樣 又沒有手 只有兩隻腳仔 一個身 好像這樣的人 其實真的 很容易會 極度的自卑 但是他 信靠耶穌 他真的在神裡面有自信 他也不僅有自信 他是建立他的恩賜和成就 他成為一個全世界 所接落的講員 如果大家聽到英文 你可以用英文字幕顯示出來 可以聽到他說的話 其中有一套電影 有一班人去看馬戲 看馬戲 他就有些帳幕 在那裡 他就說 就來看那些叫 side show side show 即是說 有個正式表演 有些其他次要的表演 有個不同的人 在裡面 他揭開了帳幕 說這個有個這樣的人 其中一個就是 the limbless man 沒有手腳的人 哇 那些人看到 很害怕 很 就是 有種好像 反感 或者很難接受的情況 那樣 有小孩在那裡 玩他 笑他 扔他 找些人扔他 他就把他放在那裡 扔他 他就當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然後有另一個人 他原來是另一個馬戲團的人 他就帶了那些人去找他 但這個馬戲團的主人 是非常之正面的 他來到對著他 一看他 覺得這個人真的很困難 那他就 跟他說話 想跟他說一些好說話 跟著呢 在電影他做什麼 吐口水 吐到他那裡 但他說不要緊 他就抹了他 跟著他就走了 一人跟他說正面的說話 又走了 但後來這個馬戲團 即是他屬於這個馬戲團 當他看到這個 這個 limbless man 的時候 他不見了 你以為他走去哪裡 他自己走走走走走走 走去另外那個馬戲團 過癮那裡 雖然他就吐口水 但那個人因為他沒有拒絕他 他們走到他那裡 跟著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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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初沒有事情做 即是只是看他的表演 那就是 但是呢 因為最初在第一個馬戲團的時候 那個人說 他說這個人 你以為他怎麼形容 就算神都向他轉開 就是turn his back upon him 即是不看他 不幫這個人 講到這個人幾慘 跟著他去到 見到人做事很厲害 那他的心很羨慕 或者喜歡 那由這個馬戲團的主人 就跟他說 他說 不過你呢 就是神 轉眠 不看你 那他就發生了 為何你說我這樣 他說 因為你信 你信就是這樣 你信 覺得神不看你 神就不看你 但你有信心 你便可以做到 即是原來他激醬法 即是你覺得你是 神都不看你 那你就得不到 但你有信心的時候 你就得了 好了 那跟著呢 他就後來去到一個水池 他走著 跌在地上 他原來很難起床 很難起床 你想一下 你只有一個小腳 那你的手怎麼起床 你有沒有手 怎麼起床 他很難起床 然後他大叫 他在民族 我做到啊 然後然後 怎樣也知道 他一位走著 走著的時候 不像她一隻咆下水 那就更加 死 ferment 那些人就好怕 那忽然就好怕 他摔到水到討直 找他 怎麼知道 他在水內 腳踩再動 又踏向水尾 又吸大口氣 然後他衝 axle 他們 遊到水 那個人還 tudom 他一推到水,他就游上來 然後他們就做了一個表演 就是五十呎高,他就站在台上 然後他自己跳下去 有一個桶,不是很大的桶 跳下去就不得了 跳下去是水來的 他就游上來 那些人結束之後,有些人見他就很得激勵 他就是說,他有信心 當你有信心,在神裏面不是驕傲的信心 你在神裏面說神,你一定祝福我 我們的生命就會提升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就是神真的可以提升 自卑有甚麼後果呢? 一起講 容易有負面情緒 負面去猜測人 難有朋友 無信心做事 難以成功 生命困難 難信靠神 難試奉神 沒有視訊又怎樣? 很容易有負面的情緒 甚麼都是負面的 經常負面猜測人 他是不是在害我呢? 他是不是不喜歡我呢? 他其實是覺得我做的事不好呢? 他是不是在犯罪呢? 很多時候會這樣想人 很難有朋友 自卑的人很難有朋友 因為他沒有信心 很難有朋友 做事沒有信心 所以很難成功 很難做得好 整個生命都困難 朋友又沒有 錢又沒有 工作又沒有 亦都跟神關係有難 難信靠神 難施奉神 其實神的愛是給我們每一個人 但有很多人 因為他的自卑 自己自卑作水 我不行的 沒有人喜歡我 連神都不喜歡我 其實這是我們心裏面的疑問 的時候 我們以後都向著一個向下的路 但可不可以向上呢? 可以 你不要想 對不起 不要想你要去到 好像有些人 有些人就會這樣 我很想像他這樣 你去不到不要緊的 總之你有進步 你就感謝神 你就會開心了 不用一定想到 馬上去到那個地方 好了 第二點就是 神很珍惜我們 我們不需要自卑 自卑帶來的後果 以後 神很珍惜 真是個個神都很疼 壓傷的路位 他不會截斷 張層的燈火 他不會催滅 你幾弱都好 神不會想你 一直這樣弱下去 神會想提升你 神一早認識我們 還有 簡選我們有奇妙計劃 CV139篇16節 我未承認體質 你的眼睛早已看見了 你鎖定的日子 我在上面那一天 你都寫在你的賊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當我們媽媽肚的時候 未承認的體質 一顆子的時候 神的眼睛已經看見你 神已經認識你 我感謝神 在我未出生之前幾天 我爸告訴我 我媽媽已經見到一個白衣的人 向他出現 神在我生命中 一早已經有一個奇妙計劃 是神一早認識我 神也認識你們 你不要說 哎呀 要師你有我沒有 你有那麼多經歷 我未有 那些人又會看到你的事 又會看到你 你是我的愛子 你聽神話 神其實他的計劃都給你的 我們個個都可以 我們將來中間 就會有很多見證 我希望大家 一路走 我走完整個路 並且放下我們的驕傲 放下我們的自卑 放下我們的負面思想 我深信神一定祝福我的 這樣我們的生命就會被提升 OK 好 那 即是 我上面有一天 你所定義的日子 已經寫在神的策像 神啊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寶貴 結束何等眾多 就是神已經有很奇妙的計劃 在每一個人生命中 神會不會將來去到天堂的時候說 對不起我寫了你 就是又生病 又沒有用 上班又被人解僱 又沒有好朋友 結果又 病得很淒涼地離開世界 即是神會不會寫這些東西給你 所以你一輩子都是這樣的東西 神不會的 是我們人以為的 其實神給個個都是好東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 是有這個信心 神寫的是好東西 不過我有沒有信心 即是有很多人是不相信 覺得是不可能 很遠的 但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們今天來分享的三位姐妹 你不介意我說 其中一位 她說說話都不太正 但是呢 神是用她的生命力 很強烈的流露出來 其實三個都是 即是我們看到 原來不是看條件的 不是看我們個人質素的 是神簡選 神就用了 那你說神沒有簡選我呢 你一凡是屬耶穌 你都是神簡選的 凡是屬耶穌 都是神簡選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這件事 還有呢 她的愛很大 她的能力可以成就 超過愛所求所想的 以不所知三章十八節 是很好的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個經文回來看 三章十八至二十節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 經對你愛是 何等長闊高深 並知道者愛是 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 其實原文就是 神的封城充滿了你們 神能照著運行盡 我們裏面的大力 充充足足成有一切 是超過我們所求所上的 即是神債這麼好的 我們首先明白 神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是不是好像這間房那麼長呢 不是啊 是不是東尼西那麼長呢 不是啊 因為她說 天離地何等高 天離地的高 應該說 東尼西有多遠啊 哪有遠一點啊 天離地高很多 東尼西只是地球的長度而已 但是天離地何等高 神的慈愛 是超越我們想像的 我期望就是 將來有一天 我們當中有些 我很感謝神 這位姐妹說到她有七年 七年的 八年的 八年的 八年的情緒病 因為有些人說 吃開藥不能停的 但是她吃開藥 吃了多少年啊 吃了五年啊 但是神呢 是醫治她 我希望大家相信 你不要一下子 去到我位了 總之 每天進步 每天感激神 每天開心點 每天看到神的恩典 又看到自己進步 感謝神 又欣賞自己 這樣你就越來越看到神的愛 越有信心越看到神的愛 其實我都經歷過很困難的日子 我曾經經歷過很困難的日子 當時呢 真的覺得很困難 但是呢 我心裡相信 神總會為我開出路 神總會開出路 那我就每天抓住這個應許 每天就是親近神 神真的跌過了 每一次神幫助我 在那個困難時期 每次一段時間 我還在想 到那個時間完的時候 我又看看下一步是甚麼 真的到那個時候 又有下一步 真的一步一步 我還記得那時候 第一次是幾個月 第二次的幫助是一年 第三次是二十二個月 然後神就給我長久 但是在長久的祝福的時候 都是有些考驗的 因為有些關 差不多已經很難搞的 即是當時呢 因為呢 其中一個因素 我現在說出來 就是 因為當時我做這個職位 在醫院裡面 是不可以 跟那些病人 有過度的聯繫的 當我有一次 做了的時候 是即時可以被 革職停止 不可以再做 軟木這個身份的 但當時那個老師 他為我求證 而這個老師 是一個牧師來的 是一個 就是五巡宗的牧師 他為我求證 神就給我這個機會 其實每一次 每一件事 我都覺得是神為我預備的 我希望大家 看到神的愛 我多困難都好 我深信神的愛 是 過於人所能測度 你想都想不到的 以往你所經歷的 可能 都是你可以想到 但是還可以超越 還可以更加超越的 其實已經有很多是超越的 已經是超越我們所想所靠 並且祂的愛 不單止祂的愛 祂的能力 運行在我們心裏的能力 那這個能力 你們怎樣有呢 就是一定是親近神 和信靠神 有些人說 我祈禱很久都沒有力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神我不行啊 你快點幫我 我好慘啊 你都不幫我 那樣的祈禱 是沒有太多力的 因為他慢看不好的事情 但如果他經常宣告 神在愛人王 神現在很開心 我在祈禱 神很歡喜 這樣的時候 就是 相信神的恩典 這樣的時候 神就能夠運行 大大力充足 大力充足 成就一切 成就一切 並且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你想都想不到這麼大的 我希望大家真的看到 神一步一步的提升我們 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 而神看我們眼中的同仁 即是多寶貴 就是了 薩家里的書二章八節 萬鈞之爺話說 摸你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仁 摸神眼中的同仁 神多麼看重我們 我們多麼寶貴 所以我們不用怕別人怎麼看小我 別人看小我 我是神眼中的同仁 你看小我 不要緊 其實這個人反而 他慘過我們 因為他在神的眼中 他的地位很低 當他傷害我們的時候 其實你就憐憫他 其實他慘過我 我們就不受他影響了 我們也是神觀念上的寶石 薩家里的書九十六節 當那日 耶穌說 他們的神 激看他的民如群羊 拯救他們 因為他們必將 觀念上的寶石 高舉在他的地上 神看他的子民 好像群羊一樣 會拯救他們 即是一群羊 當你養羊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 那些羊不見也不要緊 你會看重他們 你會保護他們 如果他有危險 你會救他們 因為他們必將 觀念上的寶石 這麼寶貴的 這麼珍貴的 這麼美麗的 高舉在他的地上 就是在神的地上 神會將你高舉 你說現在到現在都沒有高舉 不要緊 我們已經 正在向前 當我們倚靠神 就正在向前 還有我們中間的見證 是不是已經很特別了 所以你能夠參與 我希望大家 委身 什麼叫委身呢 不要你心情好 那天就來 有些人說 心情好就出現了 心情好就不出現 你委身在一個群體 委身跟從神的路 你聽到我們的見證 以前那些人怎樣 會看到Youtube又來 還有在那些人 發夢又見到我們 又會看到神的祝福 在夢中都可以經歷神的作為 這些你都可以有份的 當你委身在這個群體 委身一起行神的路 委身被神使用 願意興起更多人服侍 就算你現在很弱 我服侍不到 不要緊 你可以做什麼 看看我們幫人 你看看 原來個個都差不多 原來他們都那麼慘 原來我的困難都不是那麼大 原來我 有些人親近神就有力 我都可以 當你看看 你看看 你就可以開始做 我鼓勵大家 你有信心 你可以進入侍奉裡面 你早點來 在星期日的時候 兩點半來 在星期日可以的時候 越早來越好 四點鐘來 可以參與 一起服侍 你看到我們怎樣做 然後你也寫你的見證 或者錄音的見證 那你就一步步提升 你的醫治更加快 因為耶穌說 你付我握 學我的樣色 這樣你們心裡 就必得享安息 你的心 就享受神的安息 你就會被高舉 在祂的地上 我們現在來說 看起來好像還是很小 但你不知道 神會做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希望大家 看到神的恩典 而神加給我們力量 叫我們凡事都能做 我靠著那 加給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能做什麼 任何事 什麼事呢 一起讀一下 得釋放 交朋友 安慰人 關心人 輔導人 傳福音 獻靈命 任何事 第一自己得釋放 有些人說 我都沒有釋放 不行了不行了 所以第一步 我們自己得釋放 什麼煩惱 什麼困難 全部得釋放 有信心交朋友 不是期望人怎麼對我 我對人好 自然有人會對你好的 尤其在我們中間 更加容易的 你可以關心人的時候 那你就更加容易 因為你有朋友 你又不可以影響其他人 但你又不要這樣說 我是要選這個 我對他好 他又不對我好 你不用這樣想 不用指明 也不用說 我幫了這麼多個 應該有一個做朋友 就不用這樣想的 總之你總是付出 神就會自然祝福你 我希望你委身的時候 你都願意交朋友 你又會懂得去安慰人 關心人 又去輔導人 傳福音 建立靈命 還有什麼事都可以 越去越大 我今天幾位朋友來到 我都鼓勵他們 將來你將來 帶領敬拜 講信息 分享 甚至寫材料 我寫了 有沒有搞錯 你就將你的潔淨 寫出來 還有你都可以 其實大家都寫WhatsApp 都寫到東西 寫出來便寫到東西 總之你在網上幫助人 是可以幫助到更多人 凡事都能做 還有神給我們 剛強壯膽 不是每個人都 我不夠膽 我沒有力 而是每個人都剛強壯膽 不是好像彼得 一見到大浪就跌了下去 不過他靠著耶穌又起身 又有力量 提問後書一章七節 因為神似給我們 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人愛緊守的心 不是害怕的 而是剛強壯膽的 又有愛心 又緊守 要保守自己 不要犯罪 不要自己失控 是保守自己的心 當我們愛神 神就將我們放在高處 所以我們都很尊貴 我們每個人都很尊貴 詩典九月一篇十四節開始 神說 因為祂專心愛我 我就要答救祂 因為祂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祂安置在高處 祂若求告我 我就應允祂 祂在吉蘭中 我要與祂同在 我要答救祂 哈世哈專國 這個圖畫講到 將來耶穌會將冠冕賜給 凡愛慕祂的人 凡忠心的人 你想有份嗎 你可不可以有份嗎 你一杯涼水就必得上次了 你多給一杯可以嗎 幫人可以嗎 你可以的 一步步 尊心愛神 你說我就是不夠專心 你不夠專心不要緊的 神幫我專心一點 譬如你專心不夠 你就怎樣呢 起碼我學 一分鐘專心 你一分鐘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哈利多謝耶穌 耶穌在愛我 一分鐘專心 你學到一分鐘專心 兩分鐘專心 三分鐘專心 整個長的時間 全心真心愛神的時候 神就要答救祂 祂有什麼困難神要答救祂 因為祂認識知道我的名 我要將祂安置在高處 祂求告我 我就應允祂 譬如那次我感謝神 然後那次我去Botswana那次 就是那次我坐飛機的時候 就miss了個飛機 飛機走了 但我求神 神啊你可以行神的其事 真的飛機回頭 離不了飛 那就是呢 在求告我的時候 神就英文了 神真的很神奇的 在急難中我要做一切 我要搭救祂士多尊貴 我盼望我們每個人 將來上去天堂 我們教會的特色 和我們時空的特色 復興宣教時空的特色 是甚麼呢 是興起每個人 不是僅是牧師做了 不是僅是服侍隊做了 是每個人 每個人都可以被提升 每個人都將來在天堂 每個人都是尊貴 想不想是這樣 並且你叫很多人尊貴 為甚麼呢 因為你有同一個義仗 我要幫助其他人 可以他們更加尊貴的時候 你就一步步提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能夠參與在我們服侍 一間的茶經 討論 這個習慣我們去分享 鼓勵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一步步提升 這個是可以的 是否相信可以 你相信你到將來 去到天堂的時候 神會見到你就 嘩 笑到見牙不見牙 嘩 很開心見到你來了 我很喜歡你 你真的做了很多我喜歡的事 你喜歡這樣嗎 你相信這件事可以發生嗎 因為你相信很難很難 其實不是很難的 我說過 你悔改 你做得不好悔改 求主赦免 然後當你親近神 神啊我感謝你 你真是好好的 神真的好得加寧一 好得不得了的 感謝神 神就歡喜你 神就跟你在一起了 然後有甚麼機會 就祝福人對人微笑 最簡單對人微笑 握手關心 問候 你近來怎樣 就算有時候我們有人 譬如在輔導另一個 你也可以坐在廳 一起參與 參與的時候慢慢你就學習到了 你開始做的時候 就給神使用 就像那位夫婦 他們就是有了這個意念 在這裡學到有這個意念 然後少了用 發覺可以 那就更加尊貴 比以前他們的侍奉 他們都說 比以前的侍奉更加大 就在同一個崗位 但是侍奉更加大 那將來越大的時候 即將來有信心 不只是幫幾個 幫更多人 幫更加重要 即是說重要 不是有志願的重要 而是這些人 想給神用的人 更加重要的人 就是給神提升 哈利路日 好了 怎樣建立自信呢 一起讀一下 心信神珍惜我 分辨影響我的方言 親近神 建立自信 醫治 傷害 自卑 由下面 受訓練 見能力 勇敢去克服困難 這個難節 欣賞自己的進步 評估 討告計劃 好了 這裡講到什麼呢 第一 心信神很珍惜我 這一定是第一步 神珍惜我的 分辨影響我的方言 很多人影響方言 什麼 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的 我搞不定的 我經常都會有病 我經常都要吃藥 這些方言 親近神建立自信 親近神和神有物質關係 就是有自信心 在神裡面有自信心 由所有的傷害 自卑 人際問題 什麼問題都能夠得醫治 下面呢 就提升了 受訓練 獻立能力 怎樣有更大的能力 由勇敢去克服困難 走出來我要踏出 然後又進步 立刻欣賞 這點很重要 有些人不是的 幫到一個人 就覺得 他們差不多 不要緊 你做了 就算他不是怎樣提升 你做了 神就欣賞你了 我進步了 今天我進步了 今天我服侍隊 今天有去輔導其他人 你又宣告 感謝神我今天做的 是永全的 你想到你任何為神而做的 一起說 感謝神我所謂主義做的 是永全的 是永全的 我有進步 我欣賞自己 然後呢 記不記得這裡哪裡來的 評估、討告、計劃 是哪裡來的 派 就是祈禱和計劃 然後呢 去做的時候 實行 實行 勇敢走出來 然後呢 就評估了 評估之後 又有祈禱又再 計劃 怎樣更加進步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進步的地方 但其中一件事 都是受訓練的 要去操練的 建立這個能力需要的 這個狼道 那些狼道呢 但是狼你知道他的生存是很困難的 那麼他這個四項在這裡 他第一是什麼呢 生存第一 永遠的危機與鬥爭意識 就是說呢 狼是整天都有危機的 在一個危機和鬥爭 即我們的鬥爭和世人不同 我要爭取 我要向前去 我奮鬥 第一點就是危機與奮鬥 我整個紅色出來的 第二是什麼 規則第二 永遠的服從與執行意識 狼是很服從的 他有個領袖 他們全群就會服從 還有執行會走出來的 不會只有講字的 是會走出來的 第三 團隊第一 永遠的合作與大局意識 就是整群合作 以及以大局為念的 第四 就是永遠的感恩 與犧牲意識 就是他會感謝這個群體 比如他們會照顧其他狼的子女 他們會感謝他們的群體 以及願意為這個群體犧牲 即是這四樣東西 我讀了四個紅色字 危機與鬥爭 服從與執行 合作與大局 感恩與犧牲 那我們不是狼 那什麼危機呢 就被魔鬼勝過 被世界勝過 但我們鬥爭不是與人鬥爭 而是與魔鬼鬥爭 我們靠耶穌得勝的 我們 你不贏魔鬼 魔鬼就贏 你不進執退 小祈禱就會退後 服從 服從神 你都服從教會的帶領 教會的方向 又走出來的 又合作與大局 我們一起合作 才有力的 不只要牧師和服侍團隊 而是每個都有份 不要覺得你是沒有份 我們每個都有份 還有這個大局 既然神甘喜悅我們 我們就建立這個大局 我看到他們的情況 我就有這個感動 就是我們會開一個群組 另外一個群組 跟其他群組不同 我們是挑選一些人 真的願意毀生那些 那怎樣做呢 如果你真的毀生 將來你可以入到這個群體 希望現在你都真的毀生 可以進入 這個群組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會分享 他們在侍奉中的成功的地方 困難的地方 在互相鼓勵 就不是全新年快樂那些 就是全部都是 我侍奉有什麼困難我衝破 有什麼我需要怎樣處理 就是會大家討論 這樣的時候 我們一路建立的時候 這個群組將來可以 更加有力 你們互相建立對方 那我將會成立一個這樣的群體 在WhatsApp那裡 有一個大局 這個大局不僅在這裡 包括在他們的教會 和我們去過其他地方的教會 所有的領域 和有感恩 感謝神我們有這個群體 和有犧牲的精神 這裏我們很快地看過 講到這個自信心和缺乏自信心的情況 有人說你借五百元給我 因為沒有自信心的人 他說我不能夠拒絕 人家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但有自信心的人 我拒絕不需要內疚 不要緊的 有時不一定要我做什麼 我就一定要做完 好了 一個缺乏自信心的人 我要人喜歡我 但是呢 這個有自信心的人 我到底想達成什麼 我不是討人歡喜 當然我們討人歡喜 同時可以OK的 我們討人歡喜 但是同時人歡喜 都是可以的 不過 我自己有什麼目的 神給我的目的 我不是要做人 你要我做的事 我是做神要我做的事 然後呢 這個呢 就是 低自我形象 人人都比我好的 你看那些人 你看他們去旅行 兩夫妻又多開心 他自己又沒有 我不需要妒忌人 我有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跟他不同 不要緊 我走神的路 我跟蹤神的路 我不要緊 我不需要別人看起我的 神看起我就可以了 那當然 真的走神的路 都一定有人看起你的 神家裡面的人 好了 這個人呢 低自我形象 很容易被人誤會 不是 他覺得別人誤會他 經常都說 別人誤會我 別人批判我 但是這個人呢 別人想什麼 不要緊 他養一隻狗 這個不是狗 其實是吃禮獸 別人呢 一牠伸牢出來 好幾多是吃禮獸 那麼 別人說 吃禮獸 不要緊 你想什麼不要緊 我喜歡我的吃禮獸 哈哈 就是 我不用要 當然我們那些東西是合理的 就是不會說 我們喜歡那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穿上一隻乞衣 那樣 不是這樣 好了 第二自我形象 就算自己幾大年紀 都要扮得年輕 給別人看 就是有些很不對稱的 我做回我自己就可以了 我不用一定要像別人的 我不是要像我自己 我不是要像我自己 我是我自己就可以了 還有呢 我需要問人才能夠決定 不敢 或者有些人會這樣 去街上都要找一個朋友 要拔著他才行 不用一定的 然後呢 我要為自己決定 還有我為我的決定負責任 我負責 我決定了這些東西 我就不再去反悔 當然 我說清楚 你犯了罪 這個一定要悔改 但是譬如你說 我說我結婚了 同樣是結婚 哎呀我現在反悔了 你應該當時是想 我應該做些什麼 即是有些決定 你做了的時候 你是要繼續向前去 但是我要為這個決定負責任 好了 這個人呢 就是怎樣呢 任何人追他 都一定得到他 可以綁住他 你做什麼做什麼 他都聽了話 但是這個人就說 這個人不好 我不需要跟他 我不會強迫進入任何關係 我不是一定要結婚 我才有生存的價值 我有我的價值 那這個就是他有自我形象 這個人呢 九個九分都是說失敗 但我不需要完美 但我可以追求更加好 但我不完美都不要緊 我不用一定要100分 我做到100分 最好 這個呢 就低自我形象 任何樣都不好 任何都看都不好 但他什麼都看得好 下雨呀 啊 享受一下下雨的感覺 下雨其實都挺浪漫的 可以什麼都看得好的一面 這個人呢 自我形象低 不能不接受讚 讚他的時候 不是呀 不是呀 但是這個人 他說 多謝你讚賞我 這個不是驕傲 多謝你讚賞我 多謝你欣賞我 多謝你欣賞我 你都自己懂得欣賞自己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進入神 高層次的生命 這是需要我們去處理的 我們裡面有沒有什麼 低的自我形象 我們需要去處理 我們一起討過 你就在這個座位 黑問眼 聽到天父 多謝你 多謝你 因為你看重我們 你是 每一個人在你的心中 都是非常之寶貴 都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因為人的罪性 我們很多時候 覺得自己不夠好 不及人 其實自卑感 每個人都會有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就開始去處理 因為我們知道 神真是體重我們 神真是欣賞我們 神真是愛我們 神是在我們身邊 有奇妙計劃 所以我們可以相信 我們的生命是很寶貴 在這一陣子 幫助我們 去想一想 曾經有人怎麼踩我們 罵我們 或者我們自己踩自己 說自己沒有用 說自己蠢 說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主耶穌 你幫助我們 能夠 相信在那一陣子 耶穌都在 耶穌說 我看起你 我看重你 我會提升你 我會幫助你 我會將你升高到一個高處 我會叫你成為尊貴 主幫助我們在家裡 都是時時去處理生命 將一切的傷害 或者我們自己的自責 我們自己的自卑感 我們都去處理 因為我們深信 神是使用我們的 神是祝福我們的 我是很寶貴的 我們一起去宣告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神要大大使用我 神會提升我 我走在神的路上 我信靠神 親近神 遵從神 侍奉神 就進入神完美的計劃 神就將我生命一步步提升 多謝天父 我生命是極度寶貴的 我不要踩下自己的生命 我最寶貴是我的生命 不是我的錢 我最寶貴的我要珍惜 我珍惜我的生命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Hallelujah 我感謝你創造我 我們不用道義人 我們感謝神 我是我 我今天開始改變 神就喜悅我 多謝主 神ACT 神祕 神道 神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